请个铃勾 好看,很得意地说 你看,我长得多美呀 人们把我当美景一样欣赏 松树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 秋天时,糖树结满了果子 松树还是只有那几片绿叶 糖树更得意了,对松树说 你瞧,我都可以给人们带来好吃的桃子 可你呢,还是老样子 松树又无言地点了点头 冬天到了,风把桃树的叶子都吹走了 松树却长着绿叶,挺立在寒冷的风中 桃树心想,自己以前那么笑话松树 这下松树该来笑话我了吧 可松树并没有那么做 反而安慰桃树说 没关系的,我们都有优点和缺点的 只要不骄傲就行了 桃树听了松树的话 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忠心地向松树道歉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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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